罗林担心小朋友患情绪病 徐智琦今年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昨晚她跟老公李嘉诚 连同梁振英夫妇、郑明明、罗林、琪琪、抗美云等出席 日杰国际慈善基金会举办的一线一希望慈善晚役 以低空上阵的罗林更加大缩事业线 罗林表示省边有家长朋友要照顾患有兔纯的资料 所以她的心命那种感受是怎样的 表示为人父母对资料的关系照顾是无了期的 虽然自己的儿子已经太过了 但是她依然是很担心的 越大越多问题 在他们将来的就业或者学业 或者情绪方面我都要兼顾到 譬如说万一她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要怎样去辅导她 找朋友帮她或者甚至找医生 所以这些都是未做过父母是不会了解到的 其实我目前最担心的反映是 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是最担心情绪有问题 因为其实情绪对她来说会有很大的影响 大家都看新闻很多时候都会有些轻生 那些情况出现或者承受不到一些压力 现在这一代小朋友就是这样 所以我都很密切留意我的儿子的情绪 因为我都很怕他们这方面会有问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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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